LCK的夏季赛季后赛已经开打了 因为常规赛获得第一个好成绩 KT现在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训练调整 在家中观看季后赛 而其他队伍则要开始互相拼杀了 第一轮的季后赛比赛 昨天已经结束了 AFS干净利落的以2比0带走Jen 两场比赛可以说节奏完全在AFS这边都是大优势取胜 一手奎音也是让人大开眼界 本场比赛后去年冠军Jen战队 不得不进入冒泡赛去面对SKT了 而AFS则在下一轮继续挑战KT 此时看似比较轻松的观看比赛的KT 其实心里也是挺着急的 先看看季后赛开打前分析的各队直接进击的形式图 可以看出只要KT不是第三KT就可以直接进击了 所以下一场比赛KT先想KZ快点输啊 兄弟 克你了 而如果下一场比赛KZ赢了的话 将会对折GRF 此时KT的心情又是这样 KZ快点赢啊 兄弟 克你了 我们携手晋级吧 KZ MMP到底要我输还是赢 目前第一轮季后赛后 LCK的出现形式基本和之前分析的是一样的 KT和KZ依然是机会最大的 不过昨天AFS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 直接把去年冠军给按在地上捶 LCK的队伍实力真的都很强 所以无论哪个队进世界赛队LPL来说都不好应对 各位看好LCK的两个队伍们直接进击了 欢迎留言讨论